Hello 欢迎来到阿头阅读 本周阿头会来分享一本 把自己活成动词 他的作者是张伟轩 他是女人迷创办人暨执行长 出版社是月之文化出版 看到这本书名把自己活成动词 第一时间自己认为人生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名词 那很喜欢封面的一句话 在每一个当下都别忘了为自己而活 而在学习做好一个人的过程当中 持续感受到世界带给我们的美好 可以慢慢的学习如何打造自己的人生指南 知道怎么样使用自己过好一生 阿头觉得把自己当成物品 正常使用的观念很有趣 准备好了吗 我们进入这本让我们可以成为能量丰沛 活得更快乐的人 作者阿他分别用了五个动词 给了五个方向 第一个如何活出自己真正的生命意义 第二如何与时间玩耍 第三如何享受人生 第四如何在低能量重新塑造生命体验 第五如何好好休息 那阿头就从这五个动词里面选出几篇 阿头很有感觉的跟大家分享咯 第一个阿头要分享的重点是 把自己活成一种动词 书中啊一开头就问大家说 一个人的名字啊究竟是名词还是动词 那如果是动词的话能够创造什么改变及影响 那如果是名词的话呢 我们就容易受到角色的框架所支配啊跟定义啊 比如说在我们在工作中 我是主管那就要有一定的架势嘛 主管就是名词 那我是基层员工 基层员工就是名词嘛 那我只要听令做事就好了 那作者提到把名词是可以当作一种目标 会不自觉的想要往更大更好的名词前进 而更希望拥有更多的形容词 比如说当我们定义自己名词自己是主管 就想要成为优秀的主管 那优秀的就是形容词嘛 那如果把自己定义成员工 那需要的形容词可能是幸福的 那就是幸福的员工 或者是富裕的老板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改用动词来描述自己的话 就有点不一样咯 动词呢就是使自己要怎么样如何行动 如何思考 简言之呢 把自己活成动词啊 就是让自己去成为方法 比如说我成为一道光 那作者鼓励自己成为一道光 可以在黑暗中闪烁 照耀或引导他人的行为 所以除此之外啊 即使面对重重的困难 以及黑暗的前方 都可以成为那一道光 因为一旦我们是光 我们不但可以照亮别人 也可以照亮自己 让自己有着无所畏惧的勇气 很酷吧 那第二个小重点啊 是在希望中醒来 在感激中睡去 作者一开头就用Steve Jobs 贾博士说过的 如果你把每一天 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 那总有一天 你会证明自己是对的 那让生命更有意义的秘诀 就是我们提前认知 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死去 那如果我们承认说 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会离开 这个人世间 那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概念 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去知道 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死 反而可以让此时此刻啊 都过得心满意足 那书中有一句话 一段话 非常的发人心思 如果啊 死亡是一段过程 那从出生开始 我们就身立其境的漫步于衷 正走向死亡的比方 所以呢 只要每一天啊 我们都可以没有遗憾的死去 那么醒来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的 就会感觉到 哇 今天多美好 又是一个无限可能的今天 那睡觉时呢 又能感谢说 今天过得这么美好 感激今天一切的好事情发生 是不是很好呢 那每个人啊 事实上啊 第三个重点 都可以为自己创造心流 好新的一个名词吗 不是哦 心流事实上是1975年的心理学家 米哈里契克森 米哈伊 好长的英文名字 提出的概念 那心流呢 是你跟身体 还有你的意念 百分之百的连结 好我们再通俗化一点 就是当我们全神贯注的 在完成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忘记的时间 所产生的 这就是心流 那如果要感受心流呢 我们一定要先去选择一个 有挑战性的 同时间我们又有一点好奇的任务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每完成一小部分的任务 就是做切割嘛 小任务小任务 然后慢慢累积的小胜利 慢慢的呢 我们就会进入心流 也就是忘我的境界 那这个方法 阿头觉得可以用在工作 把工作中 有时候我们做一些无聊啊 不需要大脑的琐事 转化成放松的小乐趣 比如说就想想 我把routine的工作 怎么样呢 变得更有效率 也许就让我们慢慢的进入心流哦 那最后一个概念 阿头很喜欢 也很新 对阿头来说 看到这个章节 就想说 休息也是一种动词 心里想说 休息为什么是动词啊 其实啊 把自己活成动词 不一定要一直动 一直动一直动 而是一种留白的概念 就像书中有提到的太极图 太极是不是象征着动静之间 阴阳互动合一 那生命最理想的方式 就是阴阳互融 用于生活跟工作 就是把自己活成动词 就是除了我们一直持续 每天努力啊 前进 同时更要主动安排 适当的休息 是不是有一种阴阳的概念 那阿头在看到这里 就想到一本书 它就是刻意放松 用一句经典的台词 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而休息的这个英文字 叫做repause repause的英文字 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就是重新摆放 那就是重新调整自己的姿态 很酷对不对 那结语呢 本书把自己活成动词 让阿头可以用不同的视角 去看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 因为不管这件事情是好 或者是不好 都可以在过程当中 更了解自己 我们把学习 把主控权拿回来 因为我们如果决定自己 要怎么样创作自己的这一段人生 那看完书中 阿头啊 现在有满满的能量哦 所以只要自己用对方法 用心生活 那么凡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说是吧 所以呢 希望这本书啊 刚开始阿头看有一点悬 经过看了两三次之后啊 有一点点的感觉 那也希望今天听到这本说书的你们啊 也可以试着去书局买回来读 因为读完之后 也许你的见解 或者你从顾其他的章节里面 得到的一些薪资与阿头有不同 对你的生命也许是更有帮助的 那今天的阿头阅读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阅读见哦 晚安 拜拜